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 迪丽热巴放飞自我了,穿着人自拖走机场,搭吊带裙不但美还高级 女明星们在私人场合的穿着都是以休闲舒服的风格为主 没有了那些精美的配饰,反而让她们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 即使是被网友们尊称为女神的迪丽热巴,在私人场合的穿着也是相当的自由 她选择了一台人自拖业机,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菜市场里散步的家庭主妇 一条蓝色的背心长裙,依然将她的好身材展露无遗 微微的曲线勾勒出她的女性魅力 微微的性感让她多了几分清爽的夏天气息 年轻的女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身材 哪怕是一件简单的衣服,也要体现出自己的时尚品味 表现出纯粹的欲望风格更加引人注目 这条背心是一种清爽的假日风格,可以很大程度上发挥出女性的身体素质 将其当作一件普通的衣服来搭配,还可以增添几分美丽 迪丽热巴的身材本来就很苗条,因此她可以将这条裙子的柔和气息完全发挥出来 在这条裙子上,蓝白相间的蕴染显得更加清纯,给人一种清新可人的感觉 将少女的聪慧与活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紧贴着她的胸部曲线的胸前设计 以及裙摆上的开叉,都给她增添了几分性感 让她的整个造型都保持着明星的优雅和优雅 除此之外,热巴穿着一双人自脱的时候,看起来也非常的接地气 她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的工作非常的认真,她的生活也非常的随意 即使家里一片狼藉,她出门的时候也会打扮得很随意 这样一身随意的衣服反而会让她变得更接地气,还能让女人们摆脱那种高傲的感觉 时不时地表现出一些接地气的样子,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吸引眼球 年轻女孩的审美一直都想要表现出时尚、精致的感觉 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私服穿搭,也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这样可以在视觉上呈现出不同的亮点 只有将各种风格进行转换 才能让整个造型变得更有特色 比如说,纯玉峰的穿搭 可以让整个造型显得清纯、性感,在展示自己的身材优势的时候 还可以保持一种甜美的少女感,达到了一种在成熟和清纯之间的平衡 让整个造型变得更加的精致,吸引眼球 从而可以将一种独属于年轻审美的穿搭风格展现出来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起,女人们就非常喜欢这种吊带裙 她给女人们带来的那种清新、热情的视觉体验 让她的形象变得更加诱人 即使到了现在,这种吊带裙的样式已经有了很多种 各种时尚元素也不断涌现出来 然而,这一类型的裙装却在不断地被年轻人们所喜爱 她不但可以将女性的身材特征完全展示出来 还可以让裙子变得更加美丽 飘逸的裙摆既柔和又优雅 将女性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平时的穿着打扮中 很少有女人会穿高跟鞋 因为既费劲,也不好看 而一双平底鞋,既舒服 还能体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 再加上一双鱼尾拖鞋 既能让人感觉到一股清爽的气息 还能让人感觉到一股清爽的气息 让人感觉到一股清爽的气息 就像迪丽热巴那棱角分明的五官 让她看起来充满了侵略性 而这样一双舒服的鞋子 则显得更加的清爽和甜蜜 将热巴的小女孩一面完美地展示了出来 女明星们在私人场合的穿搭也会非常注重时尚 她们会尽可能地挑选一些比较舒服的衣服来进行搭配 这样才可以让她们在平时的穿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同时她们的穿搭也会变得比较贴近大众 只有将她们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出来 她们的穿搭才会显得比较可爱 跟平日里那种优雅优雅的大明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迪丽热巴在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其实是很随意的 她穿着一双人自脱 依然是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她那一身俏皮俐落的打扮 要比她平日里那种优雅高贵的打扮要漂亮得多 一条青色的长裙 就足够将她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 就算她的鞋子在土也丝毫不会受到她那双土土的鞋子的影响